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他也狠狠地合 结果我自己几多专题我们所固扯的和雨天一样航海天后为零 因此在草木团中航海层面的职位 大河恐怕也就很难会胜任 但是好在大河关于给力的武力战力 也还是可以让他成为一个 甚至像索隆一样的超级战斗员 从某种层面来说 先锋战斗员 其类就是雨天 曾在罗杰百物件船上的职位 不管到了什么危险的地方 诸如魔果镇 行动团的猛兽雨天 也基本都会是第一个陪下船来打头镇 因此大河在草木团中的 具体战斗员特征也应该就是 像曾经雨天一样是 第一个穿在最前方的先锋战斗员 而如果我们继续以 大河的偶像雨天无参照和志来说 那将来他的草木团中的职位 也基本就可以非常明朗 除了打头镇之外 雨天还有一个不起眼的自发工作 那就会用强烂的食物 为传人们煮关东煮 而如果大河真的崇拜雨天 那就是一天名字的关东煮 他也就很可能会做甚至爱吃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 除了战斗员和做关灯蜘蛛 打了真正具有关键意义的 可能职位的护士环节 那就是航海日记的记录者 这种前往五日一期喊动专题 我们第一次护士雨天日记时所提到的 雨天用航海日记记录了他自己 在成年之后的人生 这其中包括了他的白胡子 以及罗杰的冒险 还有在拉夫德尔 他的罗杰都还会完成的使命 而这本日记的之后也确实被 维奈老人旁验果真就激励了大河 让他成为后来的雨天遗址继承人 只是从这个层面的护士来说 那大河就很可能会以自己的方式 来继续去写雨天的航海日记 和完成的记录罗杰雨天 在这中间前未赶上时机 来完成的绝大使命 而反观藏木团这一遍 虽然罗宾是历史学家 但他的具体任务还是 也能收集历史证文 而不是记录藏木团的冒险历史 而那美的梦想和任务之一 算是绘制完世界的航海地图 但那其实也还不是 航海日记的记录工作 而既然这个任务 王自然也不能指望 只在吃饱和冒险的陆飞船长 和船长的其他火宝成员 能进入草木团筹马伟大航路的 未来传说历史的这个 坚决和伟大的潜在任务 也在很久可以落在 继承上上一代航海日记记录者 观外天意志的大河身上 因此作为护士来说 本期王所护士出的 草木团第十人大河 在上船之后的具体职位 也就是 冲在最前方的前方战斗员 会做观众主的客专厨师 以及将草木团的冒险传说 全部都记录下来 让它成为未来草木团 追随者们圣经的 草木团海海日记记录者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东真提 我们下期再见